美国总统川普在周三的记者会上表示 因为防疫的工作做得好 所以在美国没有出现瘟疫大流行的情况 我们刚才在街上也问了一些民众 他们大体说反应还是比较稳定的 也有很多人恢复在街上买菜购物 而且街上戴口罩的人是明显减少了 买一些口罩在家里吗 有买一盒但是几乎都没用 我觉得我们这里法拉盛 第一个星期新闻出来的时候 大家所有人都戴口罩 过了一点时间 大家就觉得也没这么严重 因为政府都出来 都公告出来没有那么严重 可以放心 所以没必要给自己造成压力和护打 有民众表示口罩难买 买了还要寄给在中国的亲人 但是现在连口罩都买不到 买不到 是啊 那怎么办呢 会打算 打算少点出来 我女儿上网买的 因为她要买几份中国 她就只剩下一些给我了 你还有家人在香港 香港有哥哥 所以我要寄给他 寄几百个了 不过现在还没收到 寄了十几天了 两个星期了 有在法拉盛读高中的学生说 身边有同学经历疫情封城 回不来美国 因为回不来了 因为航班已经停了 就现在中国就封城 就天天只能在自己家里待着 也不能出来 出来只能戴口罩 因为每个小区都有保安去监管 所以就说还有什么通行证 反正政府就不能让他们随便出入 对 那据您了解有多少这样的同学 没有回到美国 两三个吧 没有回来 对 但是我有同学 他们想暑假回去 但是应该就这个情况 应该回不去了 截至2月26号 纽约州总共送检了27个样本 到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检测 目前剩下纽约市以外的 纽约州地区 有一起样本正在等待检验结果 其余的26个样本都呈阴性 目前 纽约州没有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 不过有上百个曾经去过中国的民众 正在家自我隔离 包括威彻斯特郡有8人 舒福克郡有29人 83人来自纳苏郡 其中只有一个人有症状 位于长岛的西奈山南纳苏医院 已经为疫情做好准备 包括在医院内建设隔离间 纽约州卫生厅指出 目前没有疫苗可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 但民众可以通过请用肥皂洗手 清洁经常使用的物品来预防 新唐人记者柯林婷 韩瑞 纽约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